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好 另外述发部竟然遭人枪袭 部长唐凤说防炸的决心绝对不变 但是网路上竟然是挖苦的声音不断 天才IT大臣到底为什么仇恨值报表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地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直升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退役中将帅化明将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谢龙建 大家平安 保龄X市食物中毒事件 今天疾管署统计的通报病例 已经增加到了18例了 而在昨天两名死者的检验报告出炉 现在确定了整体事件的元凶 还真的就是先前所推测的米酵菌酸 那么呢 事实上呢 蒋万安在昨天是直奔到了 这个行政院的院会 而在这个院会的时候呢 隔魁成建人也才是中央地方 应该要赶紧来加强合作 因为这真的是前所未见的中毒事件 对中央和地方来说都是一大的考验跟挑战 好了 但问题是 其实呢 在3月28号的行政院院会之前 中央跟地方有一个合作的态度出现吗 好 这个王碧胜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3月26号才收到台北市的通报啊 好了 所以无私要马上跳出来跟进 他说呢 你看台北市政府永远慢半拍 从通报机查检验 对外发布新闻讯息通通都是如此 如果台北市政府持续这样的态度的话 那中央怎么紧急救援是怎么救也救不完呢 但没有想到在3月28号行政院会 院会开完之后王碧胜改口了 他说24号食药署就有接到 双北一四市食品中毒的案件 然后呢 结果呢 不只是这个叫做在这个 院会完之后改口 到了晚上他又再度修正他的说法 他说啊 其实3月24号就收到地方通报了 但是因为无法判断是否因为食物中毒而死亡 隔日食药署就致电到台北市政府去关切 但是我个人是在3月26号的时候才收到台北市通报的 外界可别乱带风向啊 搞了个半天原来是有人晚通知了我们的这个王碧胜呢 我们的这个这个大官员嘛 怎么会到3月26号他自己才知道有这件事情呢 然后现在外界不要乱带风向 问题是这两天多少人带了多少的风向了呢 好 事实上徐晓星委员他也特别在执询薛岳元的时候就问说 请问外服部到底什么时候收到了通报呢 结果薛部长就说24号就接获了地方的通报 而26号啊 中央和台北市政府就有联合机查了 所以持平而论他说台北市政府这次没有慢拍呀 问题是这么重大的食安事件 这时间续竟然可以搞错这么多天吗 还要开完了这个叫行政院会 隔魁说大家要加强合作才能够水落石出 这是不是太扯了一点呢 好啦 更扯的是啊 先前呢大家都在猜是不是就是米酵酸惹的祸 可当时啊我们的卫福部怎么说呢 检验结果要等待一个星期以上才会有答案呢 还好七个小时之后啊 整起案件大逆转竟然真的验出来了 王毕胜就说呢 哎呀 其实我们原定要去从国外下订单 去买这个米酵酸的标准品 因此最快下周才有可能到货嘛 但结果原来我们的张机为了设置实验室 已经又买了这个标准品了 因此啊张机真的好有远见啊 我们的吴秀梅署长也说呢 我没有想到张机紧急提供了独家的标准品啊 让我们的检验结果可以提前到 昨天就马上检验出炉 真是立下大功 当时拿到标准品的时候 真的都快要哭出来了 好张机怎么这么有远见呢 好张机的这个主任就跳出来告诉大家了 其实啊 因为我们的云张头啊 就是农工业非常发达的县市 在之前经常就有各式各样 奇奇怪怪的中毒案件都发生过 山区啦乡下啦 很常发生不明的中毒事件 因此当时我们在做毒物研究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因素都给考虑进去了 因此呢 就特别下单 还真的就买了这么一瓶的米酵菌酸的标准品 他们啊 这个一个张机的医院而已哦 为了做毒物研究 设了20个研究中心啊 来应付各种的突发状况 那请问一个医院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 那我们的卫福部到底在做什么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 这个确实好像是说啊 其实早早就接到了地方的通报嘛 但是呢 结果呢 怎么会让我们的大观 是到3月26号才知道原来有这一回事呢 那么卫福对于地方通报的时间 看起来好像自己也都不太拢 但根据王毕胜和薛瑞元的说法 都可以显示 蒋市府显然没有延迟通报的问题嘛 但这几天下来 民进党还有一些测译 搞不清楚状况 硬要去咬北市府 这算是假消息吗 还是认知作战呢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离谱啦 首先呢 为什么在事情爆发之后 台湾有这么多的无良政治人物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怎么样甩锅 怎么样栽赃 怎么样做政治斗争 这叫做死者尸骨未寒 活着的人还含冤 期待真相大白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国人恐慌不知所 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到底是有人下毒呢 还是哪来的食物中毒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毒的细菌 结果你看到台湾的政治人物 台湾的政客在做什么 你有没有看过有那个有钱人 死了下葬尸骨未寒 没有人在乎死掉的人 然后儿女为了争彩彩 吵得一塌糊涂 在旁边看的人是不是都摇头叹息 台湾曾几何时 我们的政治文化跟风气 可以堕落至此 当吴思瑶 这个含血喷人 说26号台北市政府才启动的时候 请问谁跟他讲的 吴思瑶不可能自己做梦梦见26号吗 他一定有去问 所以一定有人跟他讲啊 那不是卫福部跟他讲的吗 那卫福部为什么跟吴思瑶讲26日呢 这个时序何等重要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回去 检讨这样的一个SOP 因为从来没有遇过这种毒 那食物中毒也没有遇过这种 为什么就是少数这几个人吃了以后 而且毒性这么强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毒发身亡 完全没有办法挽救 送医也救不回来 那这些跟过去所发生的 食物中毒的案例 是完全不同的形态 所以旧的通报的SOP 是不是也有检讨之处 我认为是有的 那未来要防范各种的可能性 是可以补强 但是26号如果台北市才启动的话 那是绝对交代不过去的 因为已经有人死了 所以今天24号台北市开始启动 是26号中央启动了 中央联合地方启动了 结果没有想到呢 吴思瑶去问了一个26号 就拿26号这个东西 就开始死咬着台北市 请问吴思瑶的发言 对整件事情有什么帮助吗 没有 就在政治斗争而已嘛 就摆明了吴思瑶想选台北市长 不然他搞这个东西要干嘛 那我们的卫福部给他的资料 为什么这样子模糊不清 是故意的呢 还是卫福部自己也搞不清楚重点 然后最后呢 本来一开始王毕胜 还配合吴思瑶的讲法 然后最后呢才把他讲清楚了 说地方政府 其实24号就开始动了 你台湾 你这个悲哀啊 大家急得半死 而且现在确定了是这个毒之后 也是一样人心惶惶啊 什么叫做米饭不能够重新加热 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啊 而且重新加热这个毒 这个细菌还不会被消灭 你之后只要确定自己不能够吃到 请问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啊 到现在卫福部也没有给大家一个说法 未来到底要怎么防范未然 那如果是这样 以后只要卖跟米食面食有关的这些店家 难道他们所有食品安全的SOP 都要改变吗 你能想象这是什么后果吗 所以以后店家所有卖的这些 所有相关的米食 都不可以重复加热吗 生意怎么做我问你 生意怎么做 怎么可能是这样呢 那到现在卫福部也没有一个说法 然后我刚看到这个新闻 吴秀梅说他想哭啦 是我们大家想哭欲哭无泪吧 那死掉的人怎么办呢 死者的家属怎么办呢 然后吴秀梅身为 我的天啊 吴秀梅说 还好有彰化基督教医院紧急提供了样品 我昨天看到新闻我也觉得 怎么一天就查出来了 不是要一个礼拜吗 原来彰化基督教医院 还好真的是天佑台湾啊 彰化基督教医院是私人医院耶 不是卫福部的医院耶 我们这么多公立医院这么多大医院这么多部立医院 结果是彰化基督教医院啊 还好啊 再讲一次天佑台湾啊 结果我们这个主管的吴秀梅说他快要哭出来了 我们才是欲哭无泪 那你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有病例 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 甚至于有公布期刊 那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也有讲啦 那台湾过去就是麻木不仁嘛 从来没有超前部署嘛 那你现在发生这种事情 你马上求出中国大陆 人家一定马上样品就来了啊 相关的协助经验通通都给你啦 你就不要啊 你就假装这个地表上面没有这个国家存在嘛 你就假装地表上面没有中国大陆存在嘛 我昨天不就讲了吗 离台湾这么近 饮食习惯又完全一样 所以在中国大陆会发生 你怎么 你怎么凭 你凭什么拍胸铺 你是上帝吗 曾建人 上帝晚上有告诉你吗 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 那现在就发生了嘛 那如果按照你们原本的逻辑 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 那彰化基督教医院是怎样 去买这个东西来干嘛 这一些不就再再暴露出 今天我们的政府是整个是瘫痪的 没有任何的作用 有啦 有一个作用啦 政治斗争 最可恶在这里啦 你该做的事情 给你这么多的资源 每一次发生公共卫生的灾难 你都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不但没有办法处理 又开始在这个伤口上面撒盐 做政治斗争 保卫自己的权力 斗垮你的政敌 甚至于有像吴思瑶这样子 现在就开始要累积自己个人选举的政治资本 你有没有良心啊 你怎么说得出口啊 人家死因都还没有查出来 你就急着在选举了 跟你的外表真的是差太多了吧 这个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应该要有一个底线才对 台北市民也应该对政客有一个底线才对 面对令营频频的在攻击台北市政府的动作啦 通报啦 太慢等等 徐晓星委员就直言了 其实这么重大的食安事件呢 追踪时序是非常重要的 按理来说 根本不应该有讲错的情况 相对于地方忙着在通报 在稽查 在追查中毒的原因等等 但卫福部是直到26号才跟着台北市一起到保龄来联合稽查 就被指引那你中央是不是也是反应太慢呢 就王必胜说中央接获通报没有立刻行动 是因为食物中毒应该是地方要先做第一线的处理啊 台北市从未提出要协助的要求 意思是说台北市动作太慢 直到昨天在行政院会才去跟我们中央来求援 问题是过去在台中 台中是不是公布他们验到了西部特罗吗 但王必胜却是怪卢秀艳 你怎么不先跟我们中央来请示 就自己把他报出来了呢 所以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要慢一点 你中央怎么讲法是前后又不太一样呢 好了 就算是这样好了 问题是你说中央如果想要关心 不能够提早一点吗 因为媒体早就大篇幅在在报道 这么离谱夸张的保龄食物中毒案 中央如果真的很关心的话 你不能主动去跟地方说 我们一起来联合稽查吗 彬哥怎么看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他就整个看你笑话 他看得很高兴 看新闻越看越高兴 节目越讨论越高兴 我老实讲就是我们现在原来 整个台湾只有张机有这个 这个相关的测试剂 那我建议啦 反正我们卫福部效率有那么差 以后干脆我们整个卫福部BOT 给那个张机算 我觉得搞不好对台湾比较好 因为人家显然想得比我们卫福部多了多 会超前部署 所以这个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 我们是一个米食为主的国家 就过去在中国大陆 在其他国家发生过这种 只要米制品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 然后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觉得 反正那个跟彗星撞地球一样 反正不会轮到我就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非常诡异 但刚刚立文说 是吴思瑶自己去要资料 我比如讲不是 资料不是吴思瑶去要 是民进党那边统一发给他们所有的人 所以你看不是吴思瑶主张26号 王必胜也主张26号 王定宇也主张26号 他们在绿营的节目上 每一个人都主张台北市政府到26号才开始有动作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是一条龙四的 中央厨房做的东西 他们全部就是口径一致 就是咬死你台北市政府26号才开始动作 可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但是现在错了对不对 王必胜改口了对不对 改口有什么用 因为他们节目也做完了 然后该洗脑的人也被洗脑了 然后你相不相信 现在你去问一般市民 很多人就开始在骂 讲话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没中 甚至我跟你讲有几个 我知道还相对比较没那么绿的名嘴 现在都在网路上骂 说讲话剩5万半拍 为什么都没有动到26号才做 已经被洗脑 他们成功了 战术运用成功 那王必胜事后再说 你们不要乱带风向 不要乱带 他自己在带风向 他就是带风向那个 就叫人家不要带风向 第一个去跟媒体讲说 那个台北政府26号才开始动 这个东西速度太慢了 这个反应也不跟中央报备 这个很奇怪 就是王必胜 他们就是故意要这样操作了 你知道 实际上24号他们接到通报之后 为什么他完全不动 因为他等着看消化啊 看你讲话怎么处理啊 而且这是他们的标准SOP 如果不相信的话请大家回忆一下 才不久前的虐童案 是不是之前去年12月直接跟中央报备 台北政府发生的时间 第一时间就跟中央报备 卫福部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开一个重大 重大这种虐童的会议 结果卫福部说不用 然后结果现在被人家揭发出来的时候 卫福部不愿意开会的时候 卫福部的解释是什么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地方处理啊 那有必要的时候才由中央来召开会议啊 现在跟王碧胜说 此事物一模一样 可是问题是王碧胜 24号那个时候已经出现有死亡的案例了 有死亡的案例你都觉得不重大 那是怎样 现在中央的标准是什么 要死200个以上才算重大 还是怎么样 人命关天 死一个还不够严重 食物中毒可以到死亡 这个对我们 我是跑社会新闻出生 我都很少听过这种事情 过去曾经有没有错 但是这种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特别是吃个龟条就可以死 这也太离谱了吧 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 不要去轻忽它整个效应 效应在什么地方 因为台湾是一个以米食为主的地方 现在老实讲 我们到底能吃什么 这两天我相信大家 大家的手机大概传过一大堆东西来了 对 第一个所有腌制的东西不能吃 第二个所有米制品 你只要摆一两个小时就不能吃 要赶快倒掉 然后第三个 所有这种煮熟的食物 只要摆在那边没有进冰箱的 最好都不要吃 那请问一下 那现在所有餐厅全部歇业 他怎么可能随时什么东西来 我的县主给你县主 那根本不可能发现那种事 那我们整个台湾关门算 这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 你卫福部不需要出来说明的 卫福部这时候不是最应该 卫福部不是最怕人家散布谣言吗 你怕散布谣言 卫福部不是这时候立刻要开记者会 告诉大家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样 然后请大家放心 一般的餐厅怎么样的作为 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你是不是应该解释清楚给大家听 因为这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跟大家讲 那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菌 你感染到这种菌的时候 才会产生出这个米酵菌酸 这个菌在东亚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过去只有零星发生过 在中国大陆发生过 这也就是立文刚说 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关系好的话 早就从人家那边弄来的东西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常见的东西 大家不要那么担心 但是呢 现在因为正在风头上 我相信最近卖龟亚迪奥的 一定很倒霉 大概 蛋炒饭的美人 对啊 全倒了 不是啊 都一样啊 什么那种米制品类大概都很惨 因为我家附近 本来这样卖龟亚迪奥 他就直接不卖 真的就不卖 因为他说现在没人敢吃啊 就是这样 做龟亚迪奥的人要怎么 是啊 Uber也垮了 是啊 送的都是冷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 严重的一个事情 然后民进党满脑袋 王碧胜满脑袋想的都是政治斗争 为什么你们没有发觉 王碧胜最近在这边的非常积极吗 什么事情只要一出现之后 他就先想办法 先弄到再来两头上 为什么 抢卫服部长 对 因为马上要 那个要改组了 我觉得他是在跟薛瑞颜别 这个苗头 那拜托赖清德 这种咖你要继续用 你是希望他在任上 再弄个小事给你看 是吧 拜托真的 不要闹了 台湾把 台湾人的性命是被这些人在掌握 我真的觉得非常恐怖 现在确定了 其实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案 原先就叫做米酵菌酸 原本卫服部还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米酵菌酸的标准品 要从国外去订 等个一两个礼拜来了之后 才能够做出结果来 没有想到短短七个小时之后 检验结果已经出炉了 原来靠的是彰化基督教医院 他们有全台湾唯一独家的米酵菌酸的标准品 张基解释说 因为其实他们的医院的周边的县市 山区 偏乡 常常有人因为不明的原因而中毒 所以院方很早就投入资源 做相关的毒物研究的准备 米酵菌酸标准品一瓶 其实只有0.5毫克 要卖3.8万元 可以说是相当的昂贵 但是张基也买了 虽然说张基只是一个医学中心 而且还没有医学院 但他们为了这个毒品 为了这个毒物的研究 竟然有多达20个研究中心 而米酵菌酸夺命事件 在大陆其实发生过好几次的案例了 结果我们自己的医学的 我们自己的这个 有关这个医药的主管机关 连个这个毒物的标准品 都完全没准备 吴秀明说拿到的时候 他都快要哭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 完全不知道要未雨绸缪的话 听到这样的话 应该老百姓觉得 这个是不是应该快要哭了 我们的性命堪忧 除了米酵菌酸我们没有赚 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也没有啊 农介委员 当有人丢了人命 那媒体就开始铺天盖地的报导的时候 也还有专家出来猜测说 可能是米酵菌酸的时候 我讲我们不要说像这种危机控管专家 就我们比较有敏感度的 假如这些官员是本着他的专业 好我们国家你没有未雨绸缪 没有关系 你没有标准品可以检测 那第一时间当然是采购 先采购这是对 可是你没有是表示全国都没有吗 如果今天你会做一点点危机处理 第一个台湾有多少实验室 对不对 台湾有多少医学中心 台湾有多少大学里面的教授 是在做读物研究的 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要通令这边先去问 有做吗 没有 没有啊 那你整个所有的团队 抛弃的专业 全部都是在做政治动作 尤其是完毕胜 我跟你说 穿天下的这个 你这个用来我就要跟你拼了 如果你再用完毕胜这种 不要说他的事先我坏 不用说 他秉持他丢掉专业 然后用政治攻防 就是为了求得赖清德关爱的眼神 刚才你问那些台湾的我说 因为他跟我们为什么 饮食习惯一样 迷都是主食 所以发生过这个 如果今天为了两岸为了金门 这个渔民落水 这两个都能够共同去营救 这就是一个善意 所以会把碰传事件的危机降低 不是吗 那你今天 更重要各位要理解 现在又有专家讲说 你不要让这个米酵酸本土化 本来是没有的 他是会本土化的 我跟你说登革乐就是这样 以前登革乐就是从东南亚那边 热带起来 现在是登革乐本土型 为什么 一年一年 一年一年 他就在这里落地生根 再来禽流感 禽流感的H5N1 你已经打不死他了 为什么泰国 你看人家当年 大概25年前 我们都是禽流感发生地 都受到H5N1的攻击 那现在泰国变成是 忌惮的出口国 我们三重两岸 我们的阶段还在缺 就是人家有对症下药 那台湾的H5N1也是一样 已经在本土生根了 所以候鸟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们的H5N1就并发了 发病了 阶段就够这个了 所以今天专家已经告诉你 真正要胃与筹谋 你没有标准品 那这个还可以做 那如果让米酵菌酸 这种病毒不断扩大 那不断扩大 当然后面会有医学专家 他们会对症下药 会去做研究 可是你胃腹部 你能不能现在去多做一点 拿出你们的专业良心 他们其实都很厉害的 都有很好的专业 问题是现在 要这个政府 陈院长说 没有 宪法上没有这个看守内阁 我说好 那你就叫过渡政府吧 过渡政府你总 你们这样死定 没你们死死的嘛 你就现在让赖清德交嘛 就现在提早交接啊 2016年你不是叫马政府 提早交接吗 那你们现在都是 一样的政党耶 可是不一样的派系耶 大家卡位啊 你卡位服部 卡书发部 你看 唐翁是应该我们在骂的呢 他是能 能从源头管控他不做 他要求检察官 你有需要来找我 所以该骂 民进党不应该骂 为什么特定的派系要骂他 又是在卡位 都是在卡部长的位置 卡政治利益嘛 所以 发生了这种人命 其实第一天人 骂他之后 我们台南的乡亲 你看我 来你们台北七岛 本来美食是我们台南最好吃的 我像我来台北这道 去吃一个炒粿 这样对着 而且现在传着风风雨 我跟你说 今天这么做都我要吃的 粿 鸢 年糕 炒饭 说现在我最想要把那个饭拿来 过重了 有点在炒 现在跟我说炒 这就会有问题 我说你要有一个指引出来 这个时候 院长跟总统 其实这个时候就要安抚民心的时候 要用发挥你们的专业 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状况下 无所谓 没有关系 你安心吃 你让今天再过得到明天 我跟你说 所有的电视这样讨论下去 你算吃饭就不敢吃 我没骗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台北市政府 蒋万安是国民党籍 所以自从这个保龄的 这个中毒事件爆发之后 就看到了包括了绿营 包括了白营 似乎都有人想要透过这一起悲剧 来打击蒋万安吗 好 在事发之后呢 这些打击的说法 看起来已经是一一又被打脸了 可是柯文哲还要跳出来 继续酸说 这就是蒋世甫的文化 从这起食安世界以来 就看得出蒋世甫应该要认真工作 要把螺丝给锁紧一点了 等等 好 先不说 北市府接户同胞 第一时间就有到餐厅去稽查 但反观柯文哲的核心木窑 陈志涵他被打脸之后呢 去改了文章 因为一开始他讲的时间序也是不对的 可是呢 改了文却不出来道歉 然后呢 色彩轻绿的这个日记媒体人 石板名副都出来告诉大家说 其实不应该拿这种不幸的事件 来攻击政治对手嘛 这一次食物中毒事件 已经变成一个社会上 大家非常不安的一个事情了 现在民众只想知道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米酵菌酸呢 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 未来要如何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不是这才是最重要的吗 结果我们看到 好像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似乎是已经开始在打2026的选战了吗 到底是真的关心老百姓的食安 还是其实真的是在为了选举超前部署呢 江君怎么看 这是勇于斗争而不专注在自己的专业 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个信息一出来冷饭也不能炒了 炒饭也不能吃了 米粉也不敢吃 我们哪一天脱离得了这些米面的食物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牵涉到人心安定的事情 这个事情应该很专业的人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这个各个医院都要有标准的比对品 像那个彰化那个医院 人家这个比对品才能很快检测出来 台北市政府的医疗机构没有这个比对品 他能够一开始就讲这是什么吗 只能猜嘛 对不对 这个讲要要被攻击 我们可以讲意料东西 为什么 枪打出头鸟 木锈于林 避风吹之 他今天做得很好的时候 就大家想办法打击他 我今天凭两眼讲 你到台北市马路上去看一看 到处都在修桥铺路 这是李世安 再加上蒋万安 这个东西老百姓看得到的 你拿这个通报时间来打 我请问 你医药署 食药署 卫生署 这个才是重大的决策问题 不是那个报的那个状况怎么样 这个问题出来了 你就应该马上判断 这个是影响全国老百姓 米食习惯的人怎么办 而不是说报案早点完 何况人家早就报 所以一接到这种信息 就拿来打政治斗争 这是很可耻的事情 那我何必要你这种专业呢 我请1450的人 通通来当部会首长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达到你的目标嘛 刚刚龙杰兄还讲的说卡位 还很客气了 我讲叫分赃 分赃不云才会出事啊 分赃的云的话一点事都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啊 面对这个文化 我讲 如果现在在短期这些 还不能澄清的话 台湾真的要倒一片了 苏丹宏也是出事吧 这个美牛的这个瘦肉精也是是吧 日本的这个核食嘛 我还接到那个公司来讲 哎呀摔下将军要不要再买日本的那个干贝啊 现在便宜 当然便宜啊 你辐射完了我还吃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实在是我们365天天天面对的问题 你这个政府拿不出主张来 拿不出手段来 你成立那么多国家对一件事情也没解决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可耻的事情 因为一个人的专业就要在自己的职务上去充分发挥 而不是把专业当成副业 政治斗争升官禁决的一个进门街 那就叫可耻 古人讲世代父无耻啊 无耻之由 事为国耻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两天民众除了关注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案之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大家也蛮震惊的 因为数发部的大门竟然被人家开枪了 好这个人呢 他说他不满什么呢 他说他不满民党政府啊 党疫苗啦 户高端啦等等 甚至是还有啊 数发部的预算这么高 却以出国考察为名 到处乱花钱啊 等等等 所以呢 他说这叫做官逼民反 所以呢就要来开枪啊 好当然这样 我们告诉大家这个警语啊 犯罪行为请勿模仿 千万不要一时之间啊 好像有点这个 觉得说对政府很不满 就有这样的这个夸张脱续的行径出现 但是呢 其实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网路上 还是有人竟然去把他跟什么周楚除三害 去把他连结在一起啊 所以可见网友确实有蛮多人是感觉 对政府的施政是不满意的 好我们的唐凤部长出来说话 说啊 任何暴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述发部防炸的决心绝不改变 也会继续来坚持政策与立场 没有错 任何暴力都不应该发生 但是述发部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是不是就是因为防炸真的做得不够好 所以民怨才会累积的这么高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最新的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数据就显示啊 民长现在最不满意的部会首长是谁呢 第一名是经济部长王美花不满的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五 其实第二名就是述发部长唐凤不满他的人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啊 为什么大家对唐凤这么不满意呢 不是天才IT大臣吗 是不是因为期待太高结果失望太大呢 好再来民众对于蔡政府执政八年来的不满意度啊 最不满的当然就是最近因为物价油价电价全部都涨 实在让大家快要受不了了 最不满这件事情呢有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一啊 另外就是不满打击诈骗保障民众财产根本没做好 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二超过一半的人都非常的不满意啊 所以看起来唐凤还有他所主掌的业务 确实真的是民众对政府施政最感到不满的地方 好了打炸不利乱花钱述发部惹了民怨 但是消息人士就说啊 其实呢这个刑事局啊曾经呢有请数发部帮忙 希望数发部协助来帮刑事局开发一个 类似Who's Code的一个APP程式 但是数发部竟然告诉我们的刑事局说呢 你这样会影响Who's Code的生意 会影响到Who's Code的用户权益 变成我们跟民营公司来抢生意 结果数发部竟然拒绝不帮我们的刑事局来开发一个 这样的一个防炸防这个民众被上当的一个 软体这不是太夸张了吗 好了再来啦那数发部做了什么软体呢 他自己不是做了一个点面线的平台吗 就这平台竟然三月份就提早告终了 停止企业来申请点数的补助 而企业的申请率也只有3%而已 那你很奇怪你说不可以跟民抢力 结果你的点面线平台不是跑去跟什么Fu Panda 跟这个UberEat抢生意吗 结果呢还抢不赢 就现在自己已经收摊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数发部又有了新的idea 又要来做新的事情了 叫做台版的数位维基百科 好了看到这个内容里面写什么呢 你看到一个知识啊 你会想要知道更多吗 为了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数位部相关业务的技术细节 我们要推出这个Moda Blag 就是台版的数位维基百科 好了结果这个Moda Blag就上线了 结果呢大家都发现目前为止上面只有四个条目 维基百科上什么查了查什么有什么 但是现在整个Moda Blag上面只有四个条目 其中有一条还是教民众什么叫做WiFi 这个会去上网查的人应该不多吧 也不需要数发部帮你做一个台版的数位维基百科吧 所以我们的数发部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要把资源投注在这个上面呢 这一次啊被开枪的苦主其实是数发部 结果没有想到 大部分的百姓上网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竟然是去挖苦树发布 到底是政府对打炸的决心不够还是能力不足呢 北京党宣誓要打炸之前 是不是应该要先想想问问自己 为什么诈骗现在变成了重大民怨的前几名了呢 立文 我觉得第一个啦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的傻意 我想说是台湾吗 这新闻是真的吗 我印象中台湾没有发生过一般平民百姓对政府机构开枪耶 那开枪耶 他不是去砸鸡蛋耶 台湾拥有枪支就是违法的 就是躲官方都躲都来不及了 还跑到官府前面去开枪 我想说这是美国还是台湾啊 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当然这个人拥有的枪支本身就很可能就是违法了嘛 然后居然还这么嚣张 跑去术发部开这个枪 那可能他自己个人的背景精神状态都必须要做彻底的调查 那这个也表示台湾的治安真的很糟糕啊 术发部还想要打炸呢 犯罪都到他家门口了 他能怎么样呢 那你看到术发部的新闻你就知道 他连术发部自己的定位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他都搞不清楚嘛 所以你这个术发部当时在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有很多的意见嘛 那你就是摆明了 民进党根本没有想清楚 那花了这么多的钱 然后呢 唐凤风风光光的上任了当部长 结果呢 让大家到今天为止就认为你就是在帮民进党养网军而已 其他的一概通通不做或者是做不好 或者是随便乱做 就这样子 那台湾的数位安全就是跟打炸有关嘛 你完全使不上力 没有任何的绩效 连刑事警察局找你帮忙 你还说你会抢了民间的生意 就是他自己的定位不清楚嘛 那你点面线你没有抢到很多人的生意吗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那老百姓就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失位速餐的单位 不知道在做什么 可是呢 待遇比谁都好 一天到晚可以出国爽玩 而且还不需要有公务员的种种限制 你的薪水呢 也比一般公务员高 凭什么 那大家看了当然一肚子气嘛 那除非你真的发挥了 大家都觉得说一定的效果 很好的绩效 那大家就肯定书发布 你不是 你在那边 每天坐铃高薪 那当然老百姓一肚子火啊 那为什么他会荣登第二名 因为就刚刚有讲了嘛 因为民进党现在卡位卡这么凶 分赃分得这么凶 吃相这么难看 大家都要斗唐凤 所以他现在不是只有蓝的在骂 连绿的也在骂 蓝绿都在骂他一下就冲上第二名了 不然坦白讲啦 民进党原本蔡英文的这个内阁 要争前三名的人太多了 排不下去了 那结果呢 唐凤冲到前面 就是蓝绿都有共事啊 都讨厌他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唐凤除了宣誓他的打炸决心之外 最近还公布说 数发部已经超前部署 来这个加强了我们的通讯任性 确保台湾发生 如果任由紧急状况出现的时候 都能够继续的来通讯 讲白了就是说 因应战争的准备已经做好了啦 但是民进党花了超过200亿成立数发部 难道呢 真的就是为了要 让我们的通讯任性 变得更强大而已吗 民众真的有感吗 先前传出警方拜托数发部 帮忙开发一个防炸的APP程式 这不是很好吗 不是要打炸吗 结果数发部告诉他说 不行 政府不能够与民争财 所以不能做 结果现在市面上 不是一大堆外送平台吗 结果呢 唐凤却弄了一个点面线平台 连绿营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结果呢 这个点面线平台的申请 竟然呢 只有3% 然后呢 在这个月准备要来悄悄喊咖了 所以我们这次 真的是表示大家不鼓励暴力的行为 可是数发部这么样的花钱 是不是实在是很难 不让老百姓有名愿啊 龙建文 给我们拿200亿 然后有将近一半以上的人 不用参加考试 他可以任用 薪水都比参加高考的人还要多 我问任市长 我说这是什么世界 没有人敢当他 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当时我们说诈骗这么多 然后检察官警察都很辛苦 抓了很多 就抓了以后到法院 判两年以上的是少之又少 几乎都是交保 那检察官的板子手很软啊 就讲嘛 要从源头管控嘛 有那么难吗 不要说你是行家 等我外行的来就好了 我都能做得比你好 金家 结果他怎么讲你知道吗 你听得起来 他说 意思是你没来找我 他可以做 他可以从源头管控 就是说很多数位发展 然后你从平台里面 然后从源头 如果比如说我一次申请很多平台 我一次申请很多 MAY的这个数据 我一次申请很多电话 这种 你从源头可以去做管控 可以杜绝很多诈骗 结果你怎么会说 他就是检察官跟检证所 他们有需要 他们可以来找我 你听着你没准 你没收起 我们新国兵 不管钱 钱那种骗 骗那人多了 他总要跟你打扮 他有需要 你可以来找我 我跟你说 前几天 大概两个礼拜前 人家在问内阁的事 你怎么会怎么说 我还没有说到长官的决定 我拜托给你 有哪个长官 成见的人会跟你讲说 你下课了吗 还是你的意思是说 长官没有叫我下课 所以你还能干吗 不可能的事情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当林郡县盯你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你下课了 你真的民感度有交代 你如果想要老了 你就要来找我 我把你穿上那边 说两句好 看 手机会 不然你怎么 你怎么还在眷恋 练见你这个位置 你就知道 多甜就好了 多甜啊 200亿耶 他用人不必经过考试 就他这个部会 特别特别的多 靠安那 你一支手 可以给他十八支桌吗 每个人都是高手 他认定可以的就可以 所以难怪人家讲 网军都藏在你这里 那你的网军 因为有对付赖清德 所以林郡县才会出来 这就是公报私仇 然后准备把你整个换掉 那原本的网军就轮到 新潮流进去扎控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现在 花的都是我们的纳税钱 我们的血汗钱 食物中毒 他没要插你 有了好 没了好 对不对 那CD顶点 专业也不拿出来 就每天政治斗争 我只要斗国民党 斗在野党 斗蓝的跟斗白的 也许我就可以换到 一个新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 倒不如这个内阁 不要等到520了 这两天你就可以下 因为总执行也结束了嘛 你就下课 让赖清德 把他要用的人 提前上位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忙按个赞 媒体爆出 国防部长邱国阵 任职国安局的儿子 传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正遭到了部队的约谈调查 那么今天传出 邱国阵已经向高层 提出了请辞 总统府也证实确有其事 但蔡总统考量到 当前区域安全形势复杂 正直政府团队交接期间 认为邱国阵应该要坐正纲位 好 不过王宏威就质疑了 为什么现在520快到 嘿 开始怪事频传了呢 难道邻近党内 有人在基于 国防部长这个位置吗 过去邱国阵说 他担心两岸擦枪走火 担心到睡不着觉 也传出说 总统府其实是不满的 还特别向军中 表达了关切之意 现在姑且不论邱国阵的儿子 他的案子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问题是 在这个时间点上 突然一下爆出 这样一个怪案子 难道是有人想要抢 国防部长这个位置吗 还是说其实是有人 想要修理一下 邱国阵来好 出一口气了呢 这个我们将军怎么看 首先讲 是邱国阵自己嫖 还是男女关系不正常 我请问 先把搞清楚对象 那你郑文燦 那些澳门的事情 还有那些 当事人都不办了 查不出来 邱国阵的儿子是成年人 关他什么事 而且男女之间的事情 跟国防部长毫无关联嘛 而且他又不是在国防部担任重要军职 你邱国阵去cover他 去包庇他 所以这个事情扯不到一边 但是邱国阵睡不着觉 倒是真的 因为什么 两岸的形势 两岸军力的对比 跟你这个政府不停地抗中保台 引起的危机 他没有办法处理了 你像金门 我们在金门很多年 那个水域几千公尺宽 当年我们可以十万大军 七万大军在那边 可以拒止他 那你要来 我就用枪炮赶你 那说到三千人 你拿什么东西赶他 这个已经形同没有效了 再加上这两个 使得这两个人 引起的这个事件 那邱国阵是派海军去护航吗 还是海巡署派舰去对抗吗 这个问题根本 是你政府在这边惹事 他这边要开屁股 要收拾 这个局不好受的 而且最近对面也在做文章 金门的火炮 一定的时间要去打一打 因为这个炮 它有一个自退伏进机 卡死了你都不知道 你要让它射击一次 而且这个距离 都是在安全距离之内 那你今天要搞这个 对安当然你拿来做文章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引起战争的危机 邱国阵怎么会睡得着觉 金门的问题 如果人家真的 他没收你的这个进制线 那还不说了 下面你的治权怎么办 你是反应还是不反应 飞机过界 军舰越界 这都是你政治上不惹这些事 他还可以勉强 你看看 所以他睡不着觉 今天讲了实话了 民进党政府不高兴 你就只能听那些谎话 什么非对称作战 美国会资源 对不对 上了以后我们全民团结 打游击了 这些论调 或者是前见做事来一口气 做七条 皆大欢喜 这些人想接部长 你只能听那些 睁眼说瞎话的人当部长 你看我们现在的国军 轮到什么程度 官职部的帽子上面 把国旗都改成绿的 我要是邱国正 我也干不下去 对不对 你这个国军传统的精神 爱国家为老百姓牺牲奋斗 现在的意志力还有吗 你国家认同都有问题了 国旗怎么变绿的呢 按照国旗法里面 这要送法办的 刑法上明明白白规定了 你改变国旗是个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邱国正真的 我看迟了也罢了 对不对 你现在蔡英文在那里留一留 是不是你后面那些真位子 还没摆平 是 我真的真比较怀疑 对 所以说其实因为520要到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突然一下 邱国正的儿子做了什么好吃 偷偷被人家掀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是说有人要卡位了 对不对 要不然就趁外星的 还没下几天就先弄 对不对 再加上现在那个宪兵 二十几天死七八人 那个卫兵睡眠不足 当然出事嘛 我们在外道有太多经验 睡眠不足